什么不三不四的 我没有在问你们这种低俗的事 我只是想知道她的家事 是不是跟我们到明家门当户对 对不起 小姐 你叫什么名字 我 我叫山菜 山菜小姐 请问令尊是从事什么行业的 家部是那个 那个 木野娱乐事业集团的董事长 他父亲是董事长 是的是的 这个集团之下拥有结合了 高尔夫酒厂 森林浴 芳香疗法等等 各种自然森林休闲设施的大型休闲娱乐广场 这一支股票刚上市的 你没听说过吗 干嘛杀这种一下就会被拆穿的谎啊 是吗 那么这样背景出身的千金 应该至少会弹上一两种乐器吧 你会弹什么乐器 钢琴会不会 那就请这位小姐为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弹奏一曲吧 伯母他家里还有事我 所以我等一下应该会先 先 你就别客气了 为我们弹奏一曲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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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小心點 我小心點 請問我,請不要這樣子 如果因为山菜小姐之前都没有准备 在大家面前表演丢脸 这样起不是很残忍吗 想要嫁到道明家当媳妇的女孩 迟早都要进入社交圈了 连这种最起码的胆量都没有 你叫她以后怎么办 请开始吧 山菜小姐 当媳妇有没有搞错啊 就算天塌下来也不可能 这种女人要当我的婆婆 开什么玩笑 这简直是开玩笑 西方曾经有位哲人说 女人哪 华丽的金钻 闪耀的珠光 为你赢得了女皇般虚妄的想象 其实你的周遭 只剩下势力的毒 傲慢的香 撩人也杀人的慌慌 女人哪 当你再度向财富致敬 向名利欢呼 向权力高举背包 请不必询问那只曾经歌勇的话梅 她已经不知飞向何方 因为她的嗓尾已经干枯安哑 为了真实 尊容 和洁净灵魂的迷惘 一个人的灵魂高贵还是低贱 难道就只看她会不会弹一段钢琴 或者是看她身在哪门哪户 身上穿戴哪些品牌吗 会弹钢琴又有什么了不起 我告诉你们 我就只会谈这么一首 那又怎么样 祝你生日快乐 我先走了 殿下 阿四 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 看来你一点也不了解自己的身份 还骗我说她是什么董事长的千金 简直太不像话 她是不是什么董事长千金 对我言人根本一点都不重要 住口 你再给我胡说八道 你可是我们家的独身子 为这种没气的女人神魂颠倒 你怎么跟你爸爸交代 我就是对她一件钟情 其他女孩我都不要 我就是喜欢她 看完笑语应该有个分层 伯母请你不要这样子 我们又害命 这是我们的家务情 没有你插嘴的余地 给我滚 马上给我滚出去 你们想造反 给我拦住他们 伯母 你又不让开 伯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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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站住 我不许你们这么做 这是命令 谢谢 你钢琴弹得不错吗 你还敢说 刚才你妈要我弹钢琴 不要让我出球 为什么你一句话都不说 你不来跟我结尾 害我说要乱叫乱跳 当我今天来乱弹钢琴的时候 其实我心里蛮痛快的 虽然我知道我妈就是要让你出球 可是我知道你就是有办法让我妈更求 你干嘛一直看我 不久看 所以你知道吗 我就是喜欢你 我就是喜欢你 佩台刚刚琴也好 我会谈你爸 是不是冬场千金 我一点都不在乎 因为我就是喜欢你 我要回家了 你开车送我回家 我不要 你不要 我想跟你鼻子好好的赤裸裸聊一聊 赤裸裸 你再打赎裸裸 你不要想歪好不好 我立即说鼻子可以把心事拿出来好好聊一聊 今天就是刺激一天啊 巴斯跟山菜先生在干嘛 你刚才能看到山菜看起来吗 阿斯妈妈的脸有多臭啊 刚才阿斯拉了山在往外跑的时候啊 累计还敢挡在他妈面前 他气到脸那个青筋都抱出来了 好好笑喔 看来我最近应该少去阿斯家 我不知道有少出现了 不然他妈找来帮我扶出来 到现在为止我只见到阿斯妈妈三次了 印象完全都没变 你还记得初中的时候去阿斯家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跟我们说什么话 那种太后气是谁忘得了 阿斯 你要是再跟那群朋友混下去的话 小心他脑袋变成豆腐 小孩 他妈妈真的很恐怖 完全不给面子 撕你眼 不过他今天真的求大了 哎 连我们几个 国内排名前十大家族的接班人